陳水扁目前看起來這個案子越滾越多 因為他如果判刑 如果這些都有罪會判多久 無期徒刑 那還用講嗎 一定會超過30年了 所以他剛剛講說23年還講短了 不過如果是 因為最多不能超過30年 不能判無期徒刑嗎 我看要判到無期也不太容易 大概都是刑期 都幾年幾年 他全部加起來 反正超過了就只刑30年 30年23年也差不多可以假釋了 20年大概就可以了 有時候一半就可以了 現在15年就可以了 再再再反方塊 所以陳水扁 我覺得他做23年 他有算過 倒是蠻準的 蠻準的 算過就是了 他不是亂講的 沒有你太看得去 他哪有要算 他就是你做23年 我也做23年 那是很簡單的思維 巧合 但是也蠻準的 因為這是那個 清大那個女生有沒有 就是做三分之二 做三分之二 所以如果 我們現在最多關30年吧 30年三分之二差不多20年 然後辦辦手續什麼東西 也許 好 那麼這是 這個帛琉這個事情 那當然今天有一個 特別的新聞 就是當時他的愛家叫吳賓球 陳水扁敗選後 吳賓球立刻就要求退伍 立刻退伍 這個吳賓球原來是 空軍一號的駕駛 上校駕駛 陳水扁呢 拔鎖他升少將 這個松子部的指揮官 就在松山機場 在民權東路 再往裡面走一點 那就是松子部 空軍一號就從那邊起飛 到那邊去 那麼這個吳賓球呢 現在軍方是說 他們不負責檢查行李 行李是國安人員 所以他們只負責開飛機 等等等等 那說吳賓球的確 私生活可能有一點問題 倒不是因為呢 這個他替陳水扁 他們不知道有沒有替陳水扁 他們不知道 只是說私生活有問題 我一看私生活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因為呢 這個他本身呢 大家都知道 他跟陳水扁關係很好 所以呢 這個在他親人的商禮中 很多軍中人士呢 就假借 至勝高額奠義 那種關係 連一個陳水扁的 空軍一號的駕駛 後來被陳水扁 把鑄當松子會的指揮官 松子部 只是因為陳水扁跟他關係好 所以他親人有商禮 其他軍方的人士 都要送他很高額的電影 希望拉他的關係 能夠拉跟陳水扁的關係 在跟以前有個警察 其實沒想到狗啊什麼東西 他去祭拜啊什麼一條 不是什麼差別的一群 搞什麼東西 這個馬屁精 連他都要拍 他們這一集團就是這樣子 這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有一個朋友 在黑道裡面算是很有朋友 分量的 結果呢 他有一句跟我講說 他說他有一件事要去找誰 我說你要找誰 他說找那個黃黃燕 我說找黃黃燕幹什麼 他說不是啦 找一個認識黃黃燕的 不是找黃黃燕本人喔 那個人認識黃黃燕 我那個朋友就請他上酒店喝酒了 唐小燕很認識的 你還在笑 沒有啦 就是說就這種 這種就是千清代代氣 大家對於權力的想像 已經泛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是過去八年最糟糕的情況 所以我們常常說 這個商人很可憐 他必須要進官邸 去送錢 然後去做菜 去獻媚啦 假裝關心啦 那吃到進得去的 都還是非常lucky的 就是很多更有 更想進去的人是進不去 對那些能進去的人 是非常羨慕的 過去八年的情況 就是遭到這樣的地步 你剛剛講的那個去拜狗的 那個是吳正吉啦 那那是阿扁家的 是陳姓瑜的狗嘛 陳姓瑜的狗都有 都有骨灰潭 都有塔位 把那個地方都還要拜 就已經搞到 搞到這樣的地步 但我不能說就是說 愛狗一定是假的 但是會去拜別人家的狗 那本身就非常特別 而且還還是一條死掉的狗 可是你在想就是說 當當伯勳為了 為了就是說 為了這個就是說 陳姓瀾他爸爸的喪禮 包111萬的電影的時候 當初他聽到這些 瞠目結束說 只要包這麼大的電影 這算什麼呢 你今天回頭看的時候 111萬 算什麼 不過就只不是 打通關節之一而已嘛 對 拜吳俗 拜那個陳姓瑜的狗 還跟陳姓瑜 還至少是陳姓瑜身邊的寵物 這個是 這個陳姓瑜 現在有多親近的關係 居然連他親人的喪禮 都要去送高額的電影 這什麼話嘛 你說我們的軍人 這軍人的氣節 那什麼革命軍人氣節 到什麼地方去 你軍人跟一般 拍馬屁的馬屁 有什麼差別的 警察也好 軍人也好 升官通通都有價碼 而且還一層一層的 這能打仗嗎 真的打起仗來能打嗎 我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感受 最深刻 每天花了那麼多錢 買武器 買武器 怎麼搞一群馬屁 進來那邊運動 你很可能譬如說 查了 辦了他 對不對 或者是說政黨輪替之後 這個他對於官征的敗壞 還有對文官體系的這種腐化 其實是不知道要多久 才能夠改善的 那尤其是在外交國防 因為外交部跟國防部 在一般的國家裡面來講 都是最有榮譽的 或最優秀的人才 外交部一定都是 這個國家最有優秀的人才 然後可以代表國家 然後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 那國防部軍人 通常都是最有榮譽 最高榮譽 受到這個社會所尊敬的 可是你現在去看看 外交部跟國防部 我坦白講 真的不堪移用 那麼這個東西 要怎麼樣能夠改善 因為你過去的整個的體系 因為你上面的這種 領導的風格 所以現在站在位置上面的 多數都是沒有辦法 經得起考驗的 都是沒有辦法上得了台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才是真正就是說 它腐蝕到了這個國家的 很多的核心的一個系統 而且這種腐蝕 不是像貪腐這種東西 這麼的在媒體上面 很明顯可以感覺得到的 這些東西是一般老百姓 感覺不到的 可是它基本上對這個國家 其實造成了很多難以回覆的傷害 就是已經亂到跟你去了 我們看一下那個運操 運操的這個新聞 兩年前前總統陳旭扁出方友邦 首度出動空軍一號 執行出訪任務 還有另一個民航機同行 拼外交出動兩架飛機 這麼大費周章 到底為什麼 根據中天新聞獨家掌握的訊息 在空軍一號出發前一刻 當時的總統府市委長何雍堅 曾經致電給松山指揮部的指揮官 吳冰球 告知還有34箱行李還沒登機 有人詢問府方裡頭裝的是什麼 前外交部長黃志芳回答是 外交禮品 事實上外交禮品早就上飛機了 這34箱行李到底裝了什麼 真的是立委爆料 要運往海外的錢嗎 所謂的空穴不來風 倒真的有幾分的道理 很多的傳言最後證明都是真的 所以我寧願相信 這件事情的真實性是很高的 當時松旭部指揮官 就是扁家軍 吳冰球 空軍一號就歸他罐 也就是陳旭扁守衛空軍一號駕駛 三年前晉升受將 但沒有經歷過松旨部任何職務 就當上松旨部指揮官 引起不小的爭議 陳旭扁卸任前三個月 吳冰球未達退伍年齡 卻急著辦理提前退伍 是不是和班前有關 更起源一鬥 中天新聞王書明 林宇喬林家遠 台北參謀報導 這吳冰球真的 4月1號就退伍了 趕快急急的退伍 奇怪了 他就想你軍人受保障 你幹嘛急急退伍 還沒有到時間 很多軍人都想幹 到了都不想退伍 不到時間就要退伍 這也很奇怪 對不對 陳委員 當然34箱很奇怪 因為運鈔 34箱可以運很多錢 如果按照香榮講 說美金的話 一箱都可以運很多 對不對 這不合理 不合理 34箱如果說都是錢 那個是無法搶到數字 因為你運出去 不可能運台幣 反正什麼都有這樣 禮物好像大個伯爐 也不需要送到30箱禮物 伯爐小國家 都還有個重要要送 大大小伯爐一起送 還要到諾魯 你不要忘記 我知道諾魯 但是也好像沒那麼嚴重 我認為 這個令人起義的環節 是一大多人 最近就是說有一筆錢 就說起碼五億恐怕不止 那很多人就說 阿扁在國內也許還有金庫 但是用金庫找不到 那現在大概就不意而非 從空中蒸發 從空中蒸發就當然 可能就包括空軍一號 然後又來了一個松山機場 又來了一個你特殊的飛機 然後又飛到一個 有我們第一銀行的 分行的這個帛琉 然後又不見又跑到諾魯 然後營營的這個老闆 又在不久後來又去了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令人生意 那現在又有高層 就是說他們以前駐台灣的大使 現在新當選總統的 這個玻璃的新總統 就前一條基隆拜廟拜關公的 拜關公的他又放話 所以這些每一個都令人生意 但是穿著起來穿不起來 是還沒有到那個境界 但是我認為比起六個月前的辦案 我覺得特殊組現在辦案 要比以前簡單的多 以前是完全沒有頭緒 現在是頭緒一大堆 只要稍微找一個線串起來 就破案了 我甚至懷疑恐怕都已經破案了 新聞裡面提到就是說 吳冰球的角色 因為他如果是機長的角色 或者松子部的角色 以我們過去 大家空軍號的經驗來講 他確實不負責安檢的部分 安檢其實是國安人 他只管飛機 他管飛機 通常就是說 招呼所有人都上飛機之後 然後他會出來 然後簡單的講兩句話 然後就進他的駕駛艙 結果過去我們就不看到機長 那松子部的指揮官多半就說 當你就是說元首副元首行政院長 如果要搭行政專機的時候 他一定會在 會在現場 就是說看著就是說 總統副總統 或者就是說這個行政院長 上了專機 就是送啦 就是接送機啦 松子部就這樣 松子部是一個 你不太容易進去 但進去之後 其實我真的覺得管制不嚴格 就裡面的完全 就是他另外一套的作業系統 跟一般民航機是不一樣的 可是吳冰球 最少有必要去說明一些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 就當天你 就是說那班飛機 他為什麼這樣子飛 你作為一個機長 或者一個松子部的指揮官 你總是要告訴大家說 飛機為什麼是這麼奇怪的飛 這個東西是他應該要講清楚的 再來就是說 在這種飛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 特別的指令下達給他 這個指令從哪裡來 吳冰球最少應該去說明這些部分 今天你知道泰國最近鬧得很兇對不對 泰國最近他們在什麼黃山軍 紅山軍等等 他們在路上的看板 把三個人列在一起 當然他們主要是罵塔姓 他們自己的塔姓 所以菲律賓的馬可斯 印尼的蘇哈托 還有台灣的陳衰變 這個都是corrupt Equally corrupt 一樣的貪污 以前我們想到蘇哈托 哇不得了 蘇哈托他的孩子 搞在這個印尼富可敵國 菲律賓馬可斯也是後來克死夏威夷 很多嚕嚕 就現在居然 我們都以為那個離我們很遙遠 我們要績笑他們 居然陳衰變 居然他們排在一起 不丟臉嗎 這個排行榜 我覺得不公平 我覺得阿托還有進步的空間 就是他只是照他的金額來看 不是 他是按照那個時間的先頭 時間 馬可斯 蘇哈托 而且他們金額呢 因為過去傳的金額都非常大 但是阿托現在因為看起來金額 還不多 而且案子才在偵辦而已 我覺得他還有進步的空間 不是 老趙你忘掉 阿托的第一首詩裡頭 他寫到台灣曾幾何時 已經墮落到跟非洲 新興國家 東南亞 東南亞 同一個等級 你看人家就 不過馬可斯跟蘇哈托 好像都死了嘛 對 活的只有陳水平一個 現在能夠當大家貪污楷模了 就剩陳水平一個了 這丟臉丟到國外去 我覺得他也很進步 為什麼沒有 對 他們 韓國啦 他們當時要 韓國 他們當時要鬧越大越好 要瘋狂外交 要搞了半天 變成這個污前外交 最後一句來就回來